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规并未将外用的成药药膏 防晒乳 外用蚊虫药 包括乳液 软膏 凝胶和喷雾 视为药物 因此您只需要家长的书面使用许可 请家长填写使用外用成药产品的儿童与家庭服务处 OCFS非药物同意书 您可使用自制的表格 但需预先在已获核准的医疗保健方案中取得核准 并注明清楚 如果家长的指示与药物包装指示不符 您必须取得医疗保健提供者在书面药物同意书上的指示 或是其他功能相同的资料 例如 许多包装上都会注明 若要用于未满两岁的幼童 请先咨询医师 这时您一定要取得医疗保健提供者 对此未满两岁幼童的书面给药指示 如果家长无法给您书面许可 或传真的副本 让您可以使用药膏的口头许可有效期 只有一天 如果想继续给药 就必须请家长提供书面许可 有时抵达计划地点的家长 并没有处方药的书面指示 如果在开处方时 家长没有带这份表格的话 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如果家长请您给药 但没有书面指示 而他们的子女已满18个月以上 家长的口头指示能让您给予成药或处方药 但家长口头指示的有效期只限一天 为满18个月的幼童 您需要有家长的口头许可 即直接有医疗保健提供者或授权的合格处方开立者的口头指示 才能为其给予成药或处方药 有效期只限一天 请记住 要接受在贵计划中 给予成药或处方药的口头许可 以或核准的医疗保健方案中 必须先行住此情形 如果是家长以外的人士将要交到您的计划地点 您应请家长提供给药的口头许可 但务必要让家长理解 如果其子女未满18个月 而医疗保健提供者又无法来电或传真书面指示 您便无法给药 请记住 口头许可与指示的有效期只有一天 如要继续给药 仍旧需要所有书面资料 OCFS有以或核准的表格 请您在其上填写 您通话时所收到的许可与指示 您必须直接从儿童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或或授权的合格处方开立者取得口头指示 因此请务必询问 与您通话者的姓名及指称 取得口头许可与指示后 请务必在口头统议书上写下 您给予的任何计量 请您务必让家长知道当天给予的所有计量 比较容易的做法是在家长接回子女时 请其签署此份表格 若您没有取得书面许可与指示 请记得在当天活动结束时 将药物交还家长 遵循两份书面文件规定 永远是最好的做法 不论给予任何药物 您都应取得家长的书面许可 及儿童医疗保健提供者的书面指示 但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下 您需要检查计划中 以或核准的医疗保健方案 确认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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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生 山王牙